气象署预测,本地接下来两周将会持续出现炎热天气 下午和傍晚将会出现雷震雨 新加坡气象主发表文告说 补国的季后交替期,月季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底 下来的两周,有几天的盛行风 预料会从西南或者是西边方向吹来 风速一般会较轻,而且风向多变 当据表示,受到苏门达拉风标的影响 不过在其中的几天的清晨时分 可能会下雷震雨并且刮强风 预计这段时间的下午将会出现中度到强度的雷震雨 还有频繁的闪电 其中几天的雨势将会持续到傍晚 当据预计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每日最高的气温将在摄氏34度左右 其中一两天会出现降雨时 最低的气温可降到摄氏23度